从钱包里掉出个传送阵盘 他悬浮在空中 女人伸手去捡 下一秒 他砸碎桌子 掉到了一楼 就没了呼吸 服务员抬头望去 天花板完好无损 根本没有窟窿 很快拖拨勒来到这里 发现地上的阵盘 拿出几块零食 放到特殊的位置 用来破解阵法 随后按下开关 激活零食 阵盘就掉到了地上 紧接着用特殊装置夹住阵盘 放到储物空间中 可危机刚刚解除 另一边就发生了诡异的情况 女人静静地悬浮在空中 下面没有任何支撑的物体 这是磁悬浮技术吗 为什么他不受重力影响 而现在刮的是东南风 他却往西北方向飘 难道想去那边吃饭 大壮戴上手套 把毛衣从铁丝上弄出来 下一秒 他就动了起来 缓缓向前飘去 人们急忙跟上 走了半天后 在一个峡谷内 看到几人在空中不停地旋转 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 他们都是一脸的蒙圈 随后几人被带了回去 把他们绑到床上 可检查时 女人突然睁开了眼睛 而且还能自由地旋转 可她没有脉搏 没有心跳 血液不流动 不过脑电波非常活跃 还不停地喊着女儿的名字 女儿来到这里后 她闭着眼睛 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没有任何反应 女孩非常伤心 大声地哭了起来 不停地诉说着往事 妈妈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突然她眼睛一睁 人们纷纷活了过来 随后落到了床上 不过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所有铁制品都动了起来 煤气灶不停地晃动 随后倒在地上 不断向前滑行 窝了个乖乖 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 有条不紊地向前移动 外面一点风都没有 怎么能把他们吹跑呢 而物品已经堆成了小山 被吸引来的大部分都是铁制品 很快 福波勒提着行李来到这里 拦住一辆逃跑的自行车 用仪器检测后 没有任何发现 突然从后视镜中 看见一个男人 于是把他抓了起来 可他失忆了 什么都不知道 大壮一扭头 见有人砸车玻璃 急忙跑过来俗指 定睛一看 他跟刚才那人一模一样 就是衣服上有些血迹 另一边 福波勒在仓库里又抓到一个人 他跟之前的两人完全一样 难道遇到了克隆人 与此同时 技术部发来信息 各种物品正在围城一堵墙 而墙的中心就是男人的家 于是大壮来到这里 屋子早已千疮百孔 被击了个大洞 他们沿着洞向下走去 在地下室发现了太空残骸 这时大壮听到脚步声 他小心地向上走 一转身 竟然发现另一个自己 原来他也被复制了 随后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 科研人员来到地下室 架起仪器 开启设备 突然一个男人从天而降 还是之前被复制的男人 可他的真身在哪呢 经过一遍遍掩饰推测后 他应该还在车里 于是来到垃圾堆中 他们都是火眼金睛 很快就找到男人的车 大壮爬上去 打碎玻璃把他救了出来 随后光芒一闪 太空残骸恢复了平静 而外面的物品也停止了移动 可佛波勒刚松一口气 更诡异的事情来了 地上竟然出现一面镜子 地上出现一面镜子 女人慢慢走了过去 捡起一块十斤重的石头 用力扔了过去 而镜子一点事都没有 他向前走了两步 仔细研究起来 突然伸出一只大手 把他吓了一跳 没想到里面出现个人影 紧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随后佛波勒赶到这里 而玻璃墙却不见了 幸好他提前拍了视频 要不还真说不清楚 工作人员用仪器不停地检查 可什么发现都没有 一直到晚上 玻璃墙才再次出现 里面有几个人影 二翠戴上耳机 跟他们打起了招呼 这时一个人影走来 趴到了墙上 大壮朝墙走了过去 发现他比纸还薄 背面也有人 通过交流得知 女孩叫小美 身边没有其他人 突然玻璃墙闪了几下 又消失不见了 博士说 这很可能是四维空间 而那里正好是 三四维空间的交汇处 很快 佛波勒查到女孩信息 他在半年前就失踪了 随后将老爸接了过来 他向前走了几步 突然一阵空间波动 玻璃墙又出现了 女孩大声的喊着老爸 原来他被困在了停车场 在那里足足待了六个小时 而外面已经过了半年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随后搬来太空残骸 玻璃墙发生了变化 然后调整角度 能清晰的看到里面的人 可怎样才能把人救出来呢 他们扛着残骸 把他插入玻璃墙内 随后伸出手 把小美拉了出来 玻璃墙消失 被困的其他人也出来了 这部剧的名字是残骸 每集都有一个小故事 那么问题来了 真的有四维空间吗 如果有的话 能当储物待用吗 人们一觉醒来 发现地球被绿了 城市中到处长满植物 从空中望去 蓝色星球变成了绿色 而树的年轮竟然是灵圈 汽车也成了摆设 自行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而植物还在疯狂地生长 标象重重地砸了下来 幸好没人受到伤害 为了让城市正常运行 政府决定烧毁森林 熊熊大火喷勃而出 人们在想怎么救火时 意外发生了 火焰不但没有扩大 反而越来越小 眨眼间就熄灭了 工作人员都是一脸的蒙圈 而旁边的博士 一眼就看穿了真相 原来树木感觉危险时 会降低周围的含氧量 切断氧气供应后 火自然会熄灭 树木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 博士说 树木在地球上活了五十多一年 而人类只有区区几万年 根本体会不到大自然的神奇 可就算用了特效化肥 也不可能一夜间长成参天大树 这需要一个时间才行 难道是外星人的高科技 于是急忙回到塔迪斯内 想跟树木交流下 可通信频道全部打开 却收不到一点信号 突然他看到老师再翻一份作业 上面画的太阳正在熊熊燃烧 这给了他启示 通过分析得知 太阳正释放出大量药斑 而老师说 画画的女孩总是胡言乱语 现在不在这里 博士一听就极了 女孩是拯救地球的唯一希望 他急忙跑了出去 与此同时 丛林中出现一只眼睛 死死盯着前面的女孩 原来这是一群恶狼 人们一觉醒来 发现外面绿油油的 到处都是参天大树 高耸露云的建筑上 也长满了植物 什么力量能让地球一夜间变成绿色 森林中 女孩在快速奔跑 身后就跟着恶狼 她打开小门 钻了进去 可恶狼还不死心 脚一用力跳了过来 突然他们调转方向 扭头就跑 定睛一看 一头东北虎慢慢走来 她张开獠牙一声大吼 把几人吓坏了 危机时刻 一束光射来 原来是老师拿着手电筒 不停地罩着东北虎 感受到手电筒神奇的力量后 她一扭头离开了这里 这是为什么呢 而小美不停地挥动着手臂 好像在驱赶着什么 随后向远方跑去 来到一处大坑前 嘴里还说 原来她能跟森林交流 而这片森林 就是她弄出来的 可一个小女孩 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 她以为人们都喜欢大自然 所以才有了这个奇怪的想法 随后手不停地挥舞 博士拿出钢笔一照 空中出现无数光点 像萤火虫一样 下一秒 女孩声音变得非常苍老 她告诉博士 她们一直在地球上 从来没被摧毁过 举世闻名的通古拉斯大爆炸 巴西陨石大毁灭 她们都参与其中 因为太阳药般大爆发 她们听到召唤 就出现在这里 一夜成林 地球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地球居然被绿了 一夜间 城市中就长满了参天大树 这是吃了什么激素吗 博士通过观察得知 太阳药般非常活跃 以每秒50万千米的速度 向地球冲来 恒星爆炸 行星变冷 这是宇宙的新陈代谢 面对自然灾难 它也无能为力 因为人们破坏环境 随意砍伐树木 才会一夜成林 招来了太阳药般 与此同时 人们想把森林点燃 可神奇的是 熊熊大火瞬间就熄灭了 于是想喷洒落叶剂 消灭城市中的森林 博士想带二翠离开地球 可被拒绝了 因为它不想成为最后一个人类 博士瞬间感同身受 独自进入塔迪斯内 看到太阳药般慢慢接近地球 突然想到了什么 通古拉斯大爆炸 相当于一千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 但没有人受伤 仅仅损失了几千颗树 在联想到抵抗火焰的能力后 它明白了所有事情 太阳药般接近地球后 会形成地磁风暴 可以将地球炸得粉碎 而大量树木使空气中充满氧气 就像个易蓝的煤气罐 撞击时会使外星物质燃烧 树木不是敌人 而是地球的防护盾 可人们即将喷洒落叶剂 博士通过塔迪斯 给每个人打了电话 让他们不要破坏森林 没过多久 他们飞到外太空 电磁风暴来袭 地球出现一个安全气囊 把太阳之火全部烧掉 森林化成耀眼的光点消失不见了 露出了城市本来的样貌 这期的神秘博士 呼吁人类要保护环境 不要破坏森林 只有这样 人类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